大家好,我是法國龍 今天就到原本King 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King與法國龍頻道的一些心水球 因為King今天抱羊 大家也小心一點,最近天氣轉涼 希望大家也不要動襯 2019年和大家做兩場球來個好的開始 今天推介兩場,一場是低六場 兩場都是影響賽事 車仔對修咸頓 車仔是讓球半兩球 我要了讓球盤修咸頓 第二場是紐卡素 主場迎戰萬聯 我就要了紐卡素 是否像King的風格 其實我選擇 因為我很少選下半球 下半是機會大 因為和球都是開下半的 但是有時候一些大聯賽 實力分野都很大 去到超級聯賽的時候 因為沒得再升 所以頭幾隊往往是最強的幾隊 因為他們都沒得再升 已經去到超級聯賽了 所以我也會選上盤的偏向 但是今天不同了 因為過完完蛋 球員都出去了喝酒 跌架的現象就隨之而出現了 今天1月2日 你不再不觸摸這條路 下次就會醒來 他們是關門的 每年元旦都是這樣的 元旦後的英超 或者德甲也好 喜歡喝啤酒的幾個國家 英國也有些烈酒 德國也有些啤酒 通常1月1日和2日 這些強隊都掉了 不知道要踢什麼 但是過幾天 下一輪聯賽 他們又回來了 今天不是只捉這條路 只捉這條路 我就不會跟大家說 這麼沒有說服力 不是的 先看看車仔的場 第一場先 車路士對著三頓 第六場的賽事 其實你看車仔 其實贏得不多 真的贏一球 勝負也是一球 他很少贏到兩球 他贏到兩球 他對曼城數到10月9日 整個月前 但是後面他贏了也贏一球 你說修咸頓是不是很差 不懂得入球輸很多 其實不是 他輸也是輸一球 輸給曼城這麼強 都是兩球 而且他每場都有入球 每場都有入球 10月8日前的就不好看 但是10月8日後 每次都有入球 其實都是卡迪夫城 沒有入球 再數回再之前 他對二次曼聯 其實都會入球 你要入球 這場又讓整個球半兩球 所以車仔起碼要贏三球 才贏半個盤 如果贏一球 其實這個盤是開收藍頓的 我覺得車仔又不是一些太會大比數數的球隊 而西藍頓也不是一些坐著等你咬的人 他也是有些進攻能力的 他也是有力的 所以這場 讓到這麼深的時候 不如選擇下盤 要一個客人 即是讓 馬匯開到這麼深 其實有些人真的盲目堆下去 就說車仔就收藍頓 車仔 讓兩球就收藍頓 讓三球就收藍頓 不可以這樣 你都要看盤 如果你說主客和 當然是撐車仔 贏一球 但是贏一球 贏一球 我都吃光全格 我的收藍頓 所以這場呢 要放個收藍頓